来看一下 然后呢 他是法国总统 他在40岁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的有成 已经非常的一气风发 有一天呢 他带着他的同学兼将军 因为他的身体早上 将军建议他要早上去运动 所以他早上起来就去做运动 有一天呢 他就跟着他的将军来 去运动完以后 就回过头来就在路面上吃个早餐 那么因为知道 风亭的餐饮跟外面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在用餐的同事 他觉得这样的餐饮十分得很厚 所以上去绝口 那在吃的当中呢 他突然想到 他八点钟还有一个会议要开 于是他就应议他的家庭说 你先回去准备 我呢还要品尝一份 20分钟之后我再回去 那20分钟这时候呢 等到他用完第二次餐的时候 他起来发现拍拍身上 运动服里面没有口袋 根本没有带蛋毛钱 于是呢 他只会抱着脸皮 他就跟那个店主人说 店主人呢 你抱歉 我今天忘记带钱来了 是不是可以 让我呢 话还没说完呢 这个店主人说 上来了 谁不是帮你一部手 我可以来这里白吃白的吗 这时候呢 隔壁的一个 铃座的一个客人呢 他就起来说 出门在都有度方便的时候呢 于是呢 他就说 今天呢 那这位先生呢 让中国帮他付好了 于是他就帮他付掉了一笔钱 20分钟之后 大批的军队包围了这家店 里面带头的家庭进来说了什么话 他说好大的感子 刚刚走走走立立你的店 你不紧没有照在他 你居然可以听到说他是要来吃白的 看待呢 他是呢 这个 这个 这样一个说 看待总统现在是要来寻找 刚刚帮付钱那个好心人的份上 现在而且不让你计较 你赶快把那个人找出来 于是呢 七问八问 问到最后 店主人的女儿想到了 嗯 那个是他们某一个小学的小学主任 于是呢 20分钟后 第一小学又被包围了 这时候的包围不是要挑战吗 他就把他请出来之后 他就把他请在家教育部长 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其实我们举手之劳 很多时候气为当中 莫因善想而不为 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说 冷漠的第三者 我觉得我们慢慢要敞开的时期就 把我们的爱好散散出去 那这里 圣伟小圣在这里呢 当时捏捏有临敌日 心心常识过墙时 捏捏有临敌日 我们不知道在做 我们都知道在作战的时候 这些军官呢 将军们呢 士兵们能不能好睡啊 都不行啊 一个洞进 一个风吹草动 都必须要起来 也正很待 那么心心常识过墙时 我们在走路 在过墙的时候 当然啊 现在非常的发达了 很多讲说的非常的坚固了 不过呢 在过墙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谨慎 胖掉下去了 以前走到墙中的时候 圣人呢 之所以是为圣人 因为他们 圣尼敬小圣威 所以动不失实 君子呢 敬请圣武 因此呢 起步遭就 中央又临 这个都我们刚刚讲过了 所以 非常的坚固 有了这个 中央之后 我们这里讲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二小而不为 不以二小而不为